大家好,我是凌雅 当全世界风旅行,在众多的城市选择中 相信影座城市对旅客是否友善 会是旅客们的重要考量之一 因为每位旅客都希望旅程能开心又放心 为因应这一波旅游浪潮 大部分的城市也愿意尽一己之力 努力朝友善城市目标迈进 今天我们要透过不同的角度 来谈谈如何打造台湾 成为一个让旅客喜欢来的友善国家 1.经济学的角度 越被旅客觉得友善的国家 会选择为旅行目的地的机会越大 因此站在活络各产业经济的情况下 友善环境的建立实在必行 近年来全球20亿穆斯林人口 创造高额观光产值 台北市为了分食这块观光大饼 也积极发展成为穆斯林友善城市 无独有饿 台南市也秀到这个观光商机 也积极辅导旅树业者接受亲征认证 上述的说明在证明台湾 各大城市为推广观光产业与发展不遗余力 2.将心比心的角度 很多人总是在回想起旅程时 印象最深刻的不只是当地风景与特色餐点 反而是透过在地人的帮忙感动了你 透过互相帮忙的缘分 让属于你和旅客们的故事 在世界某个角落被祝福及感恩 让友爱及冷心成为每个城市 该有的责任及义务 3.国家行销推广的角度 多年前痞子英雄的高收视率 成功行销了高雄 让高雄市更确立城市行销的方向 立志要成为最友善的拍片城市 电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超过八成场景都在台湾拍摄完成 当该片在国际较好又较对的同时 也为台湾做了最好的宣传 而卢贝松导演指导的Lucy 也在台北取景 让台北市开始朝向 全球电影人的友善环境 目标来迈进 当世界各地因为台湾创造的友善环境 而愿意选择在台湾拍片 背后显示的意义 不只是台湾在世界人的心目中 已成为友善环境的一份子 更代表台湾已经学会尊重多元文化 在成功的行销我们的城市之后 也让台湾的观光产业 及其他相关产业再度升级加值 4. 国际观建立的角度 当你愿意帮助来台湾的旅客 有机会和他们近距离的聊天 除了用心倾听他们的问题 并协助解决之外 甚至有机会和这些旅客们分享 交流这趟旅程的点滴 用不同的角度谈台湾 了解台湾 透过分享 五行之中国际观就慢慢被建立了起来 友善城市谈论了这么多年 很难为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原因无他 因为他是种内心的感性层面 无法实质理性量化 再多的友善服务提供 也只是硬性的法令规定 真正要感动旅客们的心 我想还是要从最根本的教育着手 透过教育的力量 才能让主动提供友善的行为 升值人心 让对人友善的行为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